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在窘图,我是岛主 那我们去年呢是十月份啊,十月份我记得出来的 带着老爸老妈开始我们的还中国边疆万里行 现在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了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马上快五月 我快走了八个月了吗 好像是哦,八个月,走了七八个月了 然后目前才到了这个广西的这个摆设 现在广西摆设已经离开了海边了 其实离开那个海岛游,海边游,海滨游啊 这个还是依依不舍的 因为我们去年十月份出来,一直出来从那个浙江温州 然后一路就是一直是海岛游,要么就是海滨游 然后呢,过年也是在海南过的,海南环岛 然后海南岛出来之后呢,天热了嘛 出来呢,到了广西的北海 然后最后我们是,最后一个玩的海边就是广西防尘港 东兴市啊,这一个叫叫一个金滩啊 这么一个注册地也挺好的 有水有点一天三十啊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非常不错 那这一路玩出来的确实也是比较开心的啊 老爸老妈玩的也开心 尤其是老爸,各种海鱼各种海鲜各种抓 妥妥那我现在在整理一些我这一路玩也拍了很多视频 尤其是有一些营地分享的视频呢,我在现在整理 整理完了之后呢,就会放在我的那个同名微信公众号啊 公众号搜索小蜗牛在冲图就找到这个公众号了 同名啊,全网都是一个名,小蜗牛在冲图 然后公众号里面呢,我把这个所有的营地 我走过的好玩的营地都放进去 那目前也到广西了,预计到八月份的时候吧 八月份的时候就应该到这个东北了,黑龙江了啊 八月份的时候就会到黑龙江了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叫今年的,今年的十月份呢 可能一圈就能画下来,要画画到浙江啊 九十月份画到浙江 可能不会去那个新疆西藏啊 那个青海那边可能不会去了 因为老爸老妈,尤其老爸身体不太那个什么啊 有哮喘不太适合去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这次去贵州呢,也试一下 然后呢,就这样从贵州上去啊 一路绕这么一圈下来 那有所有的好的营地呢 我都会把它放在我的那个同名微信公众号里面 方便啊,以后有小伙伴呢 也是像我这样旅行的一圈下来呢 也能找到这个合适的营地啊 把我知道的营地分享给大家 包括分享我喜欢的这个旅行方式和这个美食美景啊 分享给大家 那未来呢,也是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啊 那我尽量创作一些更优质的视频啊 来回报给大家 现在呢,是在广西的摆设啊 那我们下一站是长寿村 那长寿村之后就是到贵州了 因为感觉广西这边有点热 看着天气一暴贵州那边的温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相对要凉快一点 像今天晚上我就开一会儿风扇 得睡睡觉前啊 睡着了风扇关掉才可以 得去那种不需要开风扇的地方才舒服 对不对 那这几天呢 我会把我的公众号呢 也整理一下 不光是这个分享营地 包括玩车心得呀 包括这个房车改装啊 包括这一些如何选房车呀 等等这一系列的房车旅行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呢 我也在我公众号里面单独开一个一个单元整理一下 包括我们这个房车谣言粉碎机啊 包括这个房车一百问的等等类似的栏目都会尽量开起来 方便很多刚玩房车的小伙伴啊 就是怎么选房车啊 我们怎么买房车怎么玩房车啊 然后房车买回去之后 我们怎么找营地啊 如何的规范的安全的我们呃 房车出行 我尽量把我知道的和我遇到的啊 都以视频的形式分享给大家啊 也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 放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内 这样呢方便大家查找 那现在我尽量把我法规的一些东西啊 包括那个房车法规 房车的一些法规文件图文版的都放在公众号内了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公众号里面打印下载啊 转发都可以的 然后公众号内呢 也有我的那个私人的微信啊 你只要加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小文牛在景图 然后输入微信两个字 我的微信自动推送给你了 有事私信我也可以 然后这里再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现在基本上我坚持 不一定每天都能坚持到啊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路上 有的时候是网络的原因啊 尽量我每天晚上八点啊 开播都播一会儿啊 那就是房车问题 你问我答啊 大家有关房车的问题 或者是想跟导主聊天了 都可以到直播间聊一下 那目前是在抖音快手和百度的好看视频啊 三个平台直播 那其他的平台以后呢 可能会陆续开放 那这三个平台呢 因为网络的关系各种原因 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开成功 所以说你就换几个平台看一下啊 那因为呢 导主就是啊 现在发的平台比较多啊 视频 然后有咨询呢 问题的小伙伴啊 也非常非常多 技术类型的什么问题都有 那有的时候呢 原来还可以做到一一回复 那后期呢 就是回复不过来了 有时候一天四五个小时都在回复问题上 所以有点吃不消 那我想了一下 就是把尽量把问题转移到直播间去 哎 开个两三个小时 你问我答 这样直播间 哎 很多小伙伴的话 大家你一问的话 有些问题 可能别的人想知道的 哎 那就听了就OK了 这样的话 可以减少一些导主的这个 这个工作吧 这样相对这种玩的体验还好一点 尤其是我嘴巴说说还行 然后打字 真的太太慢了 又慢又闷 又不喜欢啊 还不如说是倒杯酒啊 喝着小酒聊聊天啊 这样爽一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房车生活的小伙伴呢 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 拜拜